这个台风过去在经过旅宋岛的时候受到陆地破坏 强度持续减弱 不过目前还是一个中度台风 天吐台风将进入巴士海峡 持续靠近台湾南方近海 不过强度已经有略微减弱 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 将会是这个台风影响期间降雨的高峰 陆境往西修正不排除登陆 预估天吐在周五凌晨两点暴风圈到台湾近海 周五下午两点就会出陆 周六凌晨中心登陆恒春半岛几率高 到周六下午两点从台东出海 部分的气象资料显示台风会往北 甚至是往东北偏转 那有可能会在16号经过台湾上空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气象资料显示 台风很有可能会在台湾西南边停滞 随后有往西南方进入南海的情形 暴风圈清洗几率 恒春半岛提高到94% 沟雄屏东90% 台东87% 绿岛84% 蓝雨80% 前气象局长正明点分析云图 天兔高层浮散场很明显 眼墙云系集中形容天兔就像超大龙卷风 它的强对流不是集中在中心 它在外面有两个很强的云带 就中间那个因为它尺度相当的小 所以感觉上有点像龙卷风 不过它的结构也在削弱中 正明点分析北方明显有干空气卷入 隔开了中心和南方持续发展的强对流 限制台风强度 那慢慢的稍微有点缓慢的减弱 那现在又碰到了福利宾的陆地 所以它大概会维持一个重度台风 那边的海温相对来讲也不利它发展 若从传统红外线云图来看 天兔台风强度很高 但是从可见光云图看 眼墙云系并不均匀而且狭窄 强度判定还是有落差 虽然天兔登陆的几率提升 但强度却持续在减弱 目前15号列入警戒区县市都还是正常上班上课 TVB宣众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